是谁在阻止你前行? 你累了吗? 睡不够吗? 还是感觉力不从心? 是什么在阻止你前行? 不够资金? 不够钱吗? 是这样的原因吗? 还是阻止你进步的原因? 其实是你自己 借口可以有千万种 可以是天生家境不好 没有机会遇不到贵人 你把遭遇告诉身边的人 再合理化你的失败 告诉朋友你有多糟糕 希望朋友可以可怜你 父母可以安慰你 体谅你的不上进 不存在 你看见身边的朋友 驾着跑车 进出六星级酒店 在夏威夷重浪 不要羡慕他们 他们为这个成果 已经努力了很长时间 跟你自己的懒惰说 行动起来 让伸长在你内心深处的野心 野兽爆发起来 游戏才刚要开始 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是机会 看看四周 有什么资源和人脉 是可以帮助到你的 在你的国家 你的城市 你的圈子 开始你的计划吧 如果你要 就去这么去 你的借口会在心底一直出现 你有千百万个理由 让你停下来 你可以欺骗自己 我不需要这么拼命 我没有时间 我要平衡工作 但是继续坚持你的计划 原因只需要一个 就是你要成功 而且现实是 你有时间 你有技巧 你有知识 你有支持 你也有自律的能力 可以让目标达成 一切从内心一个挑战开始 不要再跟我说 你没时间 晚上睡觉前 你在干嘛 滑着无聊的脸书 朋友圈 还是 再和朋友打游戏 再加追剧 如果你要达成目标 你就会想办法 现在 是你的机会 是你的时机 是你的机遇 不要总是说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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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有今天 只有现在 这一刻 这一秒 不要告诉我 明天 你要开始做什么 告诉我 现在 你要开始做什么 这个 是你的目标 你的梦想 只有你自己 百分之一百 要成功的时候 才会全力以赴 今年 才刚刚开始 现在 就行动吧 朋友 执行者